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接下来就是要谈到第六集细胞内酸中毒 英文叫做intracelular acidosis 那么事实上 我们身体是一个恒定的系统 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酸减值要ph7.2 渗透压里面外面都要一样281 osmolality一个liter这样 那么细胞外面是7.35到7.45 我们的生理现象 一切努力都要维持 这一个恒定的系统 细胞里面的物质 跟细胞外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 酸减值也不一样 所以说不能够酸中毒 你如果要了解细胞外的酸减值 很简单 抽一个静脉血 知道静脉的酸减值 抽一个动脉血 30秒后就知道你动脉的酸减值 对不对 可是细胞里面的酸减值 很难测 很难很难测 几乎没有很多很现成很便宜的方法可以测 当然你要做研究是可以 所以细胞外的酸减值 你看到我们有代谢性减重毒 比方说病人是超过7.45 比方说他很喘 这样一直泻尸底底 把二氧化碳吐掉 他就会减重毒 你胖他的动脉 我本身7.45 我也曾经抽过这个血 7.45以上 手脚会抽筋 那么如果是代谢性酸减重毒 我现在是指静脉 低过7.35的也有 我记得我有一次 有一个病人上吊自杀 送来点黑掉没有呼吸 后来当然救回来 他的酸减值6点多 所以到7.35以下就要急诊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你的 要挂急诊的酸减重毒 减重毒 我讲的是细胞里面的 你可能没有感觉的 像上次有一次我开会 来了大概50几个人 大概正常的大概只有5%而已 大部分人都过酸 过减 尿过减 尿过减 表示什么 表示你酸排不出来 可是绝大部分人都感觉良好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那么人体会有很多废气污要排出来 因为你吃东西如果没有被吸收的话 叫做大便排出来浪费 那么你吸收进去 大部分是膀胱排出来 你知道我们有60兆个细胞 那等于60兆个工厂 他的废气污就是膀胱排出来 大部分的 物质排出来都是酸的 只有蛋白质 它变成ammonia ammonia NS3 它是减的 它的酸减值是9左右 它的水溶性也是减的 当然蛋白质是酸性食物 可是它排出来的废气污是减的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 大家现场各位医师可能不是说很认同的 就是说我们人的尿的酸减值要多少才正常呢 检验科一定会跟你说 normal range叫做5到9 pH中性是7嘛 5到9都算是正常 没有人去注意这个事情 我就 我就 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本身有这个 我本身有这个 每天早上测 自己尿的习惯 因为我以前 我一直血糖高嘛 看尿里面有没有糖 那么我经常 我的尿里面的糖 酸减值 都是PH5 都是酸性的 就有一次 我带着这个氢氧剂睡觉 因为发现怎么会是8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么第二天 不吸氢 睡觉 就变成5 吸就变成8 后来我早上也是这样 后来就帮患者去测 看他们吸氢前后的尿 就找出我等下 后面一系列 我要用尿来看 你到底有没有排酸的一个概念 所以 我们把一个尿的柿子 放到那个尿里面 它就会出现很多颜色 最下面那个5 6 7 8 9 很多癌症病人 初期 它尿都是89的 这个叫酸 酸累积在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看尿的酸减值变化是很有意思 那么大家看最下面 左边这个图 他这个是正常的人 你看他细胞很圆 他是正常的人 正常的细胞 那么他的这种人呢 他尿里面会有酸 有碱 碱是比较少 一定是比较少 酸比较多 所以他的尿是5 这个叫做正常 可是右边这个人呢 他的尿没有酸 是碱性的 pH7以上 或者6点多 或者酸不够 或者完全 酸跟碱的比例是碱比较多 这种人 他就 我们叫做细胞内酸中毒 这个细胞内酸中毒怎么办呢 如果你把氢吸进去 氢就会跟氧变成水 后面还会提到 就会把你的酸排出来了 我们身体里面的废弃物 除了酸 一个种代表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自由肌 那么这个自由肌 它是一种氏剂 我们叫free radical 它这个颜色越淡 表示越少 颜色越深 表示越多 把尿放在上面 这个小瓶子里面 就会出现 知道自由肌的多少 像这边有一个患者 他全身干险20年 才30多岁 他的尿PH是8 吸完氢变PH7 酸有排出来了 可是你看他 左边吸氢前 体验氢之前 左边右边是很红 看了就很生气 他说你们怎么搞的 我身体就没有自由肌 把我搞到有自由肌 什么意思这样 我护士被骂了 他就来找我 我就跟病人笑一笑 我说那个膀胱是垃圾桶 你的垃圾桶没有垃圾 我帮你把垃圾丢掉了 哦 他知道 就很 就这个破替我一笑 没有替 化碑为喜 患怒为喜 是这样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前面有讲过 就是你吸了氢 尿会变酸 通常都会到五 不管你是多减 只要时间够 绝对会变成五 这个是我一个临床的经验 告诉我的 酸性体质会引起哪些疾病 很多 几乎所有的疾病都跟细胞过酸有关 大家看 过敏 肢力神迹失调 脑神经发炎 精神疾病不好 睡多梦 强迫症 代谢症候群 三高高血压 中风 心肌梗塞 免疫系统叛变 红斑性狼腸 肋疯 等等 最后 杀手细胞没有散斗力 肝炎病毒 或者是癌症 你看 细胞过酸 是不是引起所有的疾病 所以 我们中道自然医学的责任 就是帮你排酸排自由剂 自由剂跟酸排掉 这边讲的六级的疾病 几乎都会好起来 1931年 就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叫做Dr. Arthur Warburg 他就说 intracelular acidosis 是引起癌症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他就是因为这个理论得奖 你看 左边 那个有T值那个 7.2 正常 如果你的细胞里面变酸 正常细胞就活不下去了 他就只好突变 变成这个喜欢酸的细胞 就是癌细胞 这样知道了 所以说 他得了诺贝尔奖得主之后呢 过了30 当然他很难证实 他的这个理论 所以人家也是听一听这样 没有说很积极的追随 一直到了2012年 有一个 有本书写 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他里面就认同了细胞内酸 跟ZUG中毒过多 是引起癌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癌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可是很讽刺的就是说 现在西医界 没有人不知道癌症 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可是呢 基本上是没有人 在经由矫正新陈代谢 来治疗癌症 都是开刀 化疗 放疗 一贯作业 这个 这种情况 其实会被打破呢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要排除细胞内的酸 最利肝 建议的方法就是 氢气 那么氢气跟热疗 氢气前面有提到一点 我这边讲一两个案例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患者 13岁 他情绪很低落 一直想自杀 他也没有过冬 没有躲瑞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脾气不好 也没有人际关系不好 每天妈妈我好烦 一直想跳楼自杀 所以他妈妈也不能上班 每天跟在后面 一个长得很清秀的 一个小男生 到我诊所 我就给他 去把肩管系清 后来测他的尿 这个大家这样看 这个两个经过两天 第一天吸了大概五个小时 你看 第一支尿 他没有什么自由基 第一支 第二支尿很多自由基 对不对 他就 我们做完就给他看一下 我说 哎小朋友 你现在有没有舒服一点 他说我好快乐 我心情好好 一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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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妈在别人看了 好像说 中邪一样 你们到底给他吸什么东西 他说我儿子很多年没有笑过 后来他就一直笑 一直笑 好快乐 一直呱呱呱呱呱呱呱 一直讲话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吸完亲的感觉 讲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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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嗨 结果他第二天 又再来 到这个保健馆 他尿8变成6.5了 我问他小朋友昨晚有没有比较好睡 他说好好睡 他妈妈又是很纳闷 他说我以前每次问他好不好 他说还好啦 这样 所以你看他最后到5.5 其实酸绝对排得出来 没有排不出来 不过肾衰解对病人例外 肾衰解对病人不会排酸 自由剂也不会排 我曾经看过肾衰解对病人他有尿 他的尿就是水而已 中性的 没有酸没有自由剂 全部白透明的还是透明的 这样知道吗 肾衰解对病人不会排酸 不会排自由剂 还有这个睡眠障碍也是一样 狂叫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 从小就闹啊叫啊睡眠就会叫 排一排 后来我们最终也好起来 他的酸一直排一直排这样 当然不是只有 亲戚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配套的措施 所以说大家要看这个排酸排自由剂 第七集一定要看青分子医学 就是怎么样经由这个排酸排自由剂 还有深层核心热疗那篇也最好要看一下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中道自然医学的自然疗法通则 百病同僚你只要把酸跟自由剂排掉 大部分疾病就会好起来 我们这个是一种医疗革命医疗创新 所以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可以看下一集青分子医学